在明朝万历初年,十岁的万历皇刚刚登级仅七天,就以史上最快的速度炒了熟悉顾名大臣高拱的游鱼。 这是为什么呢?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拱的黯然离场,促成了一个政治结盟的诞生,这背后暗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带来万历新王路第一集。 一朝天子一朝臣 公元1644年,岁在甲深,崛起于中国东北的女真部落,在爱心觉罗家族的带领下,用铁皮征服了由汉人统治的中原,明朝自此灭亡。 而此时,举明朝万历皇帝去世仅仅24年,万历皇帝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起兵推翻最终取代朱家天下的,正是与明朝恩怨纠合数十年的女真人努尔哈赤及其子孙。 而这一切,与万历皇帝不无关系。 明神宗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世间最长的皇帝,他主政了四十八年,占了明朝全部国运的六分之一。 他即位之初,由于有张居正的古左改革而设会一片新兴向路,明朝也出现了一个中兴的土面。 但随后,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万历皇帝与众位大臣僵持对立,以至于二十八年不上朝,期间陷于内耗的明朝,一次次错过了重新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机会,失去了改变自己,净化自己的原动力。 社会在普通开放,路却越走越窄,最终滑向了灭亡的深渊。 有感与此,徐切成有观点认为,明朝灭亡,实则亡于万历。 那么万历皇帝真能背负如此骂名吗?在星与亡的看期间,我们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一位历史学的守望者,他年轻时扛过图头。 拿过图头,在广阔天体间认识自然万物,在世事无常中读懂人事沧桑,最终在史书中触摸到这个苦难民族灵魂的最深处。 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一同去探寻明朝万历一朝的新王德语诗。 百家讲谈系列节目,万历新王录第一集,一朝天子,一朝臣。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跟大家来讲述,明朝这个持续时间最长,发生的故事最多,同时既自由奔放,又是充满悲剧的这么一个时代,或者说充满悲情的这样一个时代,万历时代。 在谈这个时代之前,我想有两个事情,小小的问题,跟大家加以说明。 第一个要说明的是,嘉靖一共是四十五年,而我们将要谈到的万历是四十八年。 在这两个朝代的中间,加作一个短暮战的龙庆。 虽然只有六年时间,但是龙庆在明朝的历史上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时期,明朝开始部分的开放海境,同时也部分的开放明朝和西北少数民族的一些富士贸易。 与此同时,在以当时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苏州、松江,还有浙江江西为中心,赋税制度的改革,它也在悄然进行。 所以说只有六年,虽然只是六年,但是龙庆时期却是明朝一个改革与开放的时期。 它为后来张居正的大张旗鼓的改革,它铺平的道路。 所以在我们以后讲万里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把龙庆时期放在万里里头一并来进行讲述。 这是一个要说明的。 第二个要说明的,由于我们说的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有半个世纪。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的所有人物,包括万里皇帝,包括一代名相张居正,包括异端思想家, 都是一些著名的,何欣盈,李作武,包括著名的戏剧创作家,汤宪祖,包括后来给明朝造成极大麻烦的洛哈子。 还有在东宁书院聚众讲学里,顾宪祖,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们可能只能提取他们生活里头最精彩。 同时又对我们这个时代产生影响了一些片段加以演讲。 那么在我们过去在嘉敬王寺里头,也曾经提到过一些人物。 像王阳明,像高拱,像西吉光,特别是我们曾经讲述过的一些人,像阎松,徐坚,海瑞。 由于他们在龙兴时期,在万里时期还将继续发挥作用,或者说他们将继续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还得说到他们。 但是要说明的是什么呢?他们在万里的形象,可能和他们在嘉敬王寺里的形象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说西吉光。 西吉光在嘉敬时期,它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将领。 但是到了万里时期,它在向文化人转型。 它有这么一个转型。 再比如说阎松,阎松在嘉敬后期是人人喊打。 但是到了万里时期,它都博得了一定的同情。 而那位徐坚在嘉敬后期,附身极其之高。 但是到了万里时代,他和他的家族被当地的民众视为一方的恶霸。 那么他们这些形象的变化,绝对不意味着历史是可以任人涂抹的小姑娘。 而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本身发生了一些变化。 或者是人们对他们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我们要对这些问题先做一下说明。 隆庆六年5月25日,如果用现在的功力,那应该是到了六、七月初。 北京正是向最热的时候慢进。 但是在这一天,紫禁城里面的前军宫,空气却冷到了冰点。 苦苦等了多年,但是最后继位以后,竟然只做了五年半皇帝的年轻人。 这个时候他只有三十六岁,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近。 那么当时内阁是三位大学士,高拱,张巨正,高仪。 当这三位大学士被私立间的太监领到乾军宫的时候,皇帝这个时候正半卧在玉塔上。 他的皇后姓陈,陈皇后,还有他的贵妃李贵妃。 这个李贵妃他的儿子,也就是太子朱义军,后来做了万里皇帝的这个朱义军,都陪伴在城边。 高拱等三人一看到这种情况,悲从心来。 这个时候的龙庆皇帝已经不能说话了。 他只是用点头来向大学士们来进行示意。 同时,四翼旁边的私立间太监宣读他的一份顾命,也就是皇帝临死之前给大臣的一个指示。 不等顾命读完,高宫的人早已经是气不成声。 那么这样一种景象,就是我们大家在电视剧,在电影,在小说里面看到的所谓的皇帝的脱孤。 顾命的第二天,龙庆皇帝死了。 龙庆皇帝死了以后,那么整个紫禁城那是一片悲哀。 但是,鲜老皇帝的交替,他是在有条不紊中进行。 这里头最忙碌的,不是马上就要做皇帝的朱玉庆。 朱玉庆当时是十岁,他还是个道具。 真正忙碌的是内阁首府高拱。 高拱既要安顿好,已经死去皇帝的后世, 又要安排好新皇帝继位的这么一系列的大事。 那么在安排这些后世的同时,他以内阁首府的身份, 向新皇帝,也就是向万里皇帝,还提出了五条建议。 也就是五条执政纲链。 每一条都是振振有词。 皇帝也一条一条给予披折。 所以这样一来,就像龙庆皇帝,已经死去的龙庆皇帝所希望的那样。 也像满朝文武大臣所希望看到的那样。 新皇帝和旧内阁之间,新皇帝和旧首府之间, 他们之间的合作非常默契。 君臣之间齐劳融融。 但是大家没有想到,这种配合默契,这种齐劳融融,只是一种表象。 在这个表象的后面,是密罗紧古的阴谋,和磨刀祸祸的波杀。 在龙庆六年的六月十六日,也就是龙庆皇帝去世以后的第二十天。 万历皇帝继位以后的第七天。 由于继位的时间很短,所以万历皇帝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史事, 也就是没有真正和大臣们来讨论国家的大事。 有什么事情,都是由司令监的太监发布圣旨。 而这一天早上,高拱领着文武大臣,在黎关的引导下来到了惠基门。 一看,冯保,司令监太监冯保,已经率领着其他的司令监的太监,早已经等候在这里。 冯保一看,人来齐了,他高喝一声,有职。 那么另外一位司令监太监,他就开始宣读圣旨了。 这个圣旨,他是用半白半文写成的,我就不念原文。 他的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大概意思是说,大型皇帝去世之前,把内阁三个府城遭到病榻前,把皇帝托付给你们。 希望你们认真为国家效力,希望你们忠心耿耿。 国家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你们,应该说对你们的恩情,那是比天高比海深。 但是,内阁首府高拱,完全辜负了先皇的阻托。 他威夫自操,而且把皇帝的权力都夺过去。弄得我们母子三人整天恐慌不安。 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采取断断措施。 这个高拱不能在朝廷里面再待下去了,令他即日离京,就是今天就离开北京。 然后又说,你们这些文武大臣,平时也受到国家的重恩。 为什么这高拱辅作非为的时候,你们不敢挺身而出,不敢和他做斗争? 希望你们认真办事。 如若不然,高拱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间。 这一道圣子,这一道旨意,听得文武北观,那是一头雾水。 高拱听着听着,那是鲁鲁鲁鲁鲁鲁鲁,他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 他当时顶着的身份是非常多的。 他是先皇帝老师,他是顾名大臣, 他是少师兼太子太师 他是中吉田大学士 掌历布士 顶着这么多的头衔 还加了一个祝国 但是 黄恩浩荡 令出庐山 只要黄帝一道旨意 那么你所有的政治身份 都被这一道旨意剥夺得一干二几 高拱就在当天 亮枪出警 这是万历 万历皇帝继位以后 朝廷里面发生的第一桩大事 高拱几乎可以说 创了一个记录 创了一个什么记录 他是中国有记载以来 被新皇帝 用最快的速度 炒鱿鱼的顾名大臣 很难看得到这么快 七天的时间 把顾名大臣炒鱿鱼了 这个高拱是荷兰新政人 他在嘉靖二十年的时候 他重来进士 而且选了书记寺 后来留在汉林院做边修 我们也曾经多次说过 明朝你只要进了汉林院 只要是书记寺 只要是汉林院的使官 那么大家就以另外一种眼光看待 以什么眼光看待的 以处向的眼光看待的 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就是未来的大学士了 那么高拱这个时候 刚刚三世出头 不能说是少年得志 但是也是前途无量 后来事实说明 高拱在这个仕途中 他的运气比较好 他跟对了人 跟对谁 他跟对了嘉靖皇帝的第三个儿子 当时被封为豫王的 后来计算了皇位做皇帝的 龙庆皇帝 安排他做豫王的老师 当然这不是他自己选择的 是嘉靖皇帝安排的 非常有可能 还是当时的首府严松安排的 那么一路走过来 高拱就一路进步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两个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就是严松和徐杰 他们先后为内阁首府 尽管嘉靖皇帝那个时候没死 但是他们在为嘉靖皇帝 安排后面的死了 尽管豫王那个时候没有立位太子 但是豫王这个继承人的身份 明摆在这里 所以大家都看好豫王 另外高拱这种才华也就展示出来 所以大家也看好他 因此无论是严松 无论是徐杰 都不断的推荐高拱 都不断的提携高拱 等到嘉靖皇帝死之前 嘉靖45年的时候 高拱入阁为大学士了 但是他一入阁 徐杰发现 这个人能干是能干 但是脾气暴躁 可能是太能干 能干到不听自己的死患 能干到专门和自己抬杠 特别是嘉靖皇帝死了 隆庆皇帝继位 高拱是皇帝的老师了 更不把徐杰放在眼里 徐杰也不是吃素的 那么徐杰 你看不起我 我也给你小邪穿 于是徐杰碰到什么重大的问题 他把高拱撇在一边 也把其他的大学士撇在一边 他跟一个人商量 跟谁商量 他看上了另外一个人 看上了谁 看上了张居正 张居正也是豫王 也是隆庆皇帝老师 那个徐杰就觉得 你看人家张居正 做事多么沉稳 对我多么尊重 所以他大事小事 他和张居正商量 并且顺带顺水推舟 就把张居正引进了内阁 引进内阁 以抗衡高拱 高拱是个执行者 他觉得这就是冲着他来的嘛 我是大学士 你是首府 碰到问题不跟我商量 这怎么行 所以他也处处和徐杰更加对着干 在这个时候冲出一个人来 我们经常听评书听一句话 说不怕美好事 就怕美好人 有的时候一个人倒并不是坏了 但是一个人如果有小心眼 为自己打算 而又在非常微妙的时候 他可能就造成很诺劣的后果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的名字叫胡应家 当时是立刻都基斯中 这个胡应家和明朝其他员官一样 也是敢言直见之臣 他敢于说话 敢于对大臣提出批评 所以在他住基斯中的过程中 我们小官不算 说大官 曾经有过两个侍郎 一个是户部侍郎 一个是公部侍郎 被他弹劾而罢官 这都是郑三平大员 另外还有两个省的部阵使 也被胡应家弹劾罢官 当时的部阵使官阶也比较高 他是从二平 但这个从二平的部阵使 也有两个被他弹劾下去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人是比较可怕的 但是在他弹劾下去的两个侍郎之中 有一个是高贡的亲戚 高贡的儿女亲家 那么高贡又做了大学士 这个胡应家就与小人之心 堕君子之福 他就害怕高贡 怕高贡为他的殷勤报仇 给自己小携穿 所以他就想 想办法 怎么让包高贡惩治不了自己 这个时候他看到一个情况 他敏虑地察觉到徐杰和高贡的矛盾 所以他想利用这个矛盾 来把高贡弄下去 于是他上述弹劾 弹劾高贡 所以高贡很紧张 立即上述进行反驳 同时对这个胡应家进行抨击 这就是高贡的性格 他受不得窝囊气 但是这个事情竟然就这样不了了之 什么原因呢 因为那个时候加进皇帝身体很不好 他没办法去管这些事情 他没有管 后来龙庆皇帝继位也没管 所以高贡和胡应家这个梁子就存在这里 但是皇帝可以不管 高贡不能不管 我们一再说 这个人是受不了气的 你胡应家在这个时候打我一棍子 如果皇上不是病重 那还得了 加进皇帝如果清醒的时候 那我不完蛋了 所以他抓住胡应家一个错误 对胡应家进行处理 把他格子为名 并且为胡应家这个事和徐杰在内阁 即公开争吵起来 干账了 这些明朝的内阁也积极少见 到内阁的人都应该是千千君子 都是汉令院过来的 有什么事情大家好商量 即使不好商量 大家勾心斗角 那也是按地里搞的 你可以背地里搞阴谋 你可以背地里下陷阱 但是没有这样公开吵起来的 那不跟街头巷围吵架一样吗 所以这个就捅了马蜂窝 而且徐杰那个时候声望还在 所以一片姬子中 一片玉石 包括北京的南京的 纷纷对高拱进行口诛笔法 更要命的还一个事情 什么事 南京的玉石 开始对高拱进行时疑 什么叫做时疑 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个事情 在明朝有一个很厉害的制度 他的京官 北京的官员 中央的官员 六年 每六年要进行一次普遍性的考察 四平以上的大臣 他不接受吏部的考核 他接受什么 他接受皇帝的直接考核 所以他直接要向皇帝写自成 什么叫做自成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数字报告 要向皇上写数字报告 要说说你 这些年以来 你为国家干了些什么事情 但是这个不重要 你做了工作 别人看得起 关键你要说 你自己有哪些失误 你犯了哪些错误 尤其是你做的事情里头 有哪些对不起朝廷 要说这种事 这个不好玩的 虽然说是向皇上自成 但是这个要向阎官公开 阎官们要对你的自成 要挑刺 你如果有什么隐瞒的 或者见不得人的 见得人的都可以写 你如果见不得人的 你没写 人没关系 那姬世忠和御史 就是阎官帮助你回顾回顾 帮助你回顾回顾 也就是帮助你 把遗漏的地方把它捡起来 中国有一个成语 叫道不时宜 但是它不是道不时宜 而是专门在这里等着你时宜 你自己没说 当被别人检举揭发出来了以后 如果这件事又是事关大局的 那怎么办 那你就是欺君 该怎么处理 也不怎么处理 你自己打辞职报告 然后让你退休去 你看看高拱被失忆了 事情闹到这一步 高拱在内阁他待不下去了 他不得已打辞职报告 这个人事业心思很强的 要他打报告 辞职报告是绝对很困难的 但是一旦被失忆 他没办法了 他都打辞职报告 皇帝这个时候是他的学生 是龙庆皇帝 这龙庆皇帝不忍心自己的老师就这样走掉 所以龙庆皇帝就住和四老 做什么和四老 允许高拱回家去 但是不罢官 不退休 而是带着所有的待遇回家乡养病 他到家乡养病去 做出了一个这么个处理 在高拱被 遣回到家乡养病以后的两年半 他也养金蓄累了两年半 因为皇帝是他的学生 到了龙庆三年十二月 高拱被重新召回来 召回来干什么 召回来做大学 这个时候曲杰已经退休了 内阁里头还有其他的大学士 有谁 张居正就在里头 如果高拱不回来 张居正应该就是首府了 结果高拱一回来 高拱的资历比张居正更深 而且先进内阁 尽管他后来离开内阁 回来以后仍然是首府 所以高拱变成首府 明朝从正统以来 从正统以后 斯里建就变成明朝宦官机构的主管衙门 而且斯里建成为皇帝 对内阁进行制约的这么一个衙门 我们说内阁 他的办事 处理事情 他是通过什么方式 他通过一个票语的方式 就是代皇帝来审批各个部门的文件 但是要注意的是 内阁票移以后 并不能真正成为最后的定本 最后的定本还要谁 还要斯里建 斯里建干什么 斯里建代表皇帝来批红 对内阁的意见来进行审批 这样才算是皇帝的意见 所以斯里建他是操纵内阁的 而这个高拱开始管斯里建的事情 在农青年间 斯里建有一个资格比较深 而且才华出众的宦官 这个宦官就叫冯宝 按照资历来说 冯宝由禀臂监 他应该升到掌印太监 但是高拱觉得这个冯宝跟自己脾气不对 跟自己工作不协调 所以本来冯宝有可能被提拔为 应该为升迁为掌印太监 但是高拱向农青皇帝打了个小报告 农青皇帝听了他的 于是让其他的太监做了掌印太监 这等于阻挡了冯宝的升迁之路 同时也剥夺了冯宝应该得到的利益 所以冯宝对高拱极端的不满 而且高拱对冯宝做这个事情不是一次 而是两次三次 但问题是尽管高拱看不上冯宝 尽管高拱觉得冯宝跟自己不对脾气 但是不要紧 冯宝人家冯宝有自己的才华 冯宝有什么才华 非常能干 而且对政务非常熟悉 不但如此 琴棋书画据说无意不经 另外据说是雅各头福多才多艺 她是个多才多艺点 尽管龙庆皇帝不太喜欢她 但是龙庆皇帝的皇后 龙庆皇帝的贵妃 特别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李贵妃 很喜欢她 不仅如此 她在内阁里头也有自己的好朋友 是谁 是张巨正 张巨正是冯宝在内阁里头的好朋友 你高拱觉得这个冯宝不协调 觉得不对劲 但是人家张巨正觉得这个人很对劲 张巨正觉得跟冯宝很协调 所以他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 但是对于这一切 高拱竟然困难不绝 他自己察觉不到 一直等到 等龙庆皇帝死了 等到冯宝在皇后和皇贵妃的提携之下 做了司令监的掌印太监 这个高拱才觉得事情的严重性 但是高拱从来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者 他觉得没关系 他相信凭自己的能力 一定能够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 一定能够把冯宝打败 于是 他就找了两个自己亲信的这个阎官 让他们上书弹劾冯宝 他的算盘是怎么样 他的算盘意思就是 当弹劾冯宝的文书发到皇帝那里 当皇帝批下来 当然不需要批 就发到内阁 让内阁进去票倚的时候 那么他可以利用首府的机会 就同意这个咒术 驱逐逢宝 为了万无一时 他要争取同盟军 这个同盟军他找了谁 找了张居正 他把这个事情悄悄地告诉张居正 至于张居正是什么态度 有很多个说法 我们以后还要说张居正的事情 所以这里我们暂时不提 但是至少张居正肯定不帮高拱的忙 这个时候张居正不但和冯宝关系好 而且甚至通过冯宝的关系已经攀上了皇后 黄贵妃和小皇帝了 因此这样一来 这样一场斗争 看上去是内阁的首府和司令监的掌印太监之间的斗争 但是 另外一种意义上又变成内阁里头首府和赤府 内阁里头新臣和老臣之间的斗争 张居正恐怕正在下决心和龙庆朝划际界限 而要进入到万历朝了 但是这种斗争 他态势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一个人在明处 一个人在暗处 在明处的是高拱 在暗处的是张居正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 那个最后的结局完全出乎高拱的意料之外 就在我们开始的时候说到的龙庆六年六月十六日 当高拱领导作其他的文武北官来到惠记门的时候 他还以为是皇帝要把弹劾风暴的这个咒书 发到内阁来进行起场 但是恰例相反 确实本能的一章惩罚 实际上高拱 失败的时候他并不明白 他以为自己是在按程序办事 但是有一个程序 他们又想清楚 即使是你高拱 票椅驱逐风暴 你还要想一想 你这个难道就说了算数吗 内阁之票椅 内阁之女票 不得不决于内阁之批空 还要失利监批空才算数 失利监的掌印是谁 失利监的掌印就是红宝 他能够驱逐自己吗 所以高拱他自己以为自己在按规则出白 但是他没有摸清楚规则的全部过程 所以实际上说到底 还是明朝最高统治集团 他们新朝和旧朝领导人目的一场权力斗争 这场斗争以高拱的失败而告结束 看来对高拱也有一些不公平 但是这个结果 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高拱离开以后 记他的位置是谁 是张居正 张居正继位以后 重新达成了内阁的新首府和失利监的新掌印之间工作的配合默契 特别是达成了内阁的新首府 失利监的新掌印和新皇帝新太后之间的齐落隆隆 那么他们共同把万历时期推向了一个辉煌的一个时期 他们怎么把明朝推向鼎盛时期 对于这些事情 我们将慢慢的分析 慢慢的叙述 谢谢 张居正是明朝第一名相 他在万历初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 是国家一步步走向的繁荣 但张居正在认真的办事 却有人认真的弹劾他 有人说这是唱反调 是拆朝廷的台 但有公之人是否就一定无故 最终告状的人倒了煤 认真究竟伤了谁呢 湘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带来万历新王路第二集 事情怕就怕认真